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今天千锤百炼2的活动结束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千锤百炼3 这个应该是一个循环的 那如何获得这个积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任何消耗体力 以及一些日常的这种挑战高分的活动啊 都可以获得积分 所以说在这款游戏 如何去通关更高难度 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呢 它同时会有这个活动 然后呢 你消耗体力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那我们来看 像是一般的这些什么打装备啊 哥布林啊 还有就是你去打什么正向啊 副向符文的关卡 都可以获得积分 每天都要打的时空涡流 你看 这个你每天啊 如果说能够打难度比较高的话呢 就跟人家差很多分了 还有大角豆场的这个段位 这是竞技场的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的这个龙随时也已经存够了 那我买了一颗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我龙席 保底 有够惨 保底的传说角色是谁呢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那你随着主线进行的 你一定可以获得这个爱立奇这一只角色 如果说我真的再抽到一只的话呢 我就会把多出来那只拿去换神器 而不是提升他的素质 好 我们就抽抽看吧 怎么长得有点普通啊 他到底好不好啊 不过我们先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可以获得30个龙随时哦 然后再来是紫色的石头哦 我觉得我差不多要保底出一个紫色了吧 真的是保底 哎呦又是光的 哎这只角色的话呢 哎刚刚才抽了一个这个光的传奇 然后现在又一个光的史诗了 难道要玩这个光电队吗 哎呦这两只角色很不错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刚刚抽到这一个 这个是光的角色提升防御力 这个有用 然后呢受到伤害的时候 有几率获得一层防御 呃不能被移除 哎这个好哎 这个是坦克 然后第二招的话呢 对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急飞 还可以对自己施加 受急回复 哦不错呢 什么都有哎 然后最后一个大招 大招的话呢 是移除自己的检疫 很方便哦 自己是坦克 然后自己移除检疫 还有对友方进行治疗 哇这个坦克也太万能了吧 这只很好用哎 这个我不用查巴哈 这只角色的话呢 我玩光队的话 我一定把它当作是这个主坦哦 好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说我刚刚抽到这只角色哦 OK那这个的话呢 我没有查资料 我纯粹就是以 我之前分析蓝色角色的 呃心得去看这只角色哦 首先哦 他有队长技哦 增加50点专注 那这一个的话呢 应该是特定的场合会用到 因为50点专注的话呢 呃你给敌人上状态 或者是说移除他的 呃争议 就会变得几率比较高 所以呢这个队长技能的话呢 算是蛮好用的 然后第二个哦 呃静寮 静寮我们当然知道了 静寮的话呢 就是会打特定王的时候 会用到 有些boss他就会一直回去 那他就会提醒你用静寮 这个的话呢 你升一级的话 几率就会加25% 但是问题是说 传说的卷轴真的太贵了 真的太贵了 好然后再来的话呢 幸福晕眩 哎这招也很棒哎 你看对敌人造成伤害 然后百分之百造成晕眩 这个不用升技能等级就百分之百了 晕眩的话呢是很好的 这个负面状态效果 虽然说这招技能对boss战没有用 但是呢在打竞技场的话呢 让敌人晕眩的话 是非常非常有用哦 好然后呢 最后的这个大招 哇看到这个大招全屏就觉得爽啊 呃75%造成专注降低 专注降低的话 就是让对方施加状态会 呃机率会降低 那我们在打古战场遗迹的时候啊 当敌人施加状态失败的时候呢 他会被自动上一个debuff哦 然后再来的话呢是75%施加二级攻击降低 二级攻击降低之前有提到嘛 毒弓啊火乃人啊 都可以让对方上这个攻击降低哦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用的 好看来我要玩光队了 光队的话呢 那就是把我的主角转成电嘛 对不对 也不一定要把我的主角转成电啦 像他去搭配伊莉娜的话也是不错 哇你看伊莉娜也有这个降低攻击力 然后移除争议 哇那这样上去的话呢 大招都可以降低对方攻击力的话 那我的续航力应该会不错 然后配上捕斯 再加上说这一个光的坦克 哇又能坦又能补 这样子感觉上蛮好玩的哦 好了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大家观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再去努力的打哥布林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一些关系的资源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